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也是要改变的 坦白说现在的情况就是 中文政府对一个论制的解释和蝉色 和我们已经很不同 我们在香港论制的以前的想法就是 尤其我当知委的时候 一路都说我口头蝉就是 除了国防外交之外 中文政府什么都给我们自己管 自己人管 还有拉麦又普选 第一就是 中文政府现在国防外交之外 最终是什么都管 这个认为不同 第二 又不给普选 即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新形态的话 我看不到香港的年轻人 是会对中文政府有任何 不要用服从那些字 和你有一些大家共同可以一起的目标 这个就会将本土意识 或者港独意识 越推越高 这个已经是一个 中文政府不应该逃避的现实 即是你时时和我们说 做了一些国民教育 坦白说我和那些人建设介绍 你每天都叫那年轻人持续五星期 由早上看到晚上深夜十二点 电视每一小时播一次国歌 每审播一次 他都不会相信这套 尤其是文建园的成年人 李慧琼那些聪明一点 我们这些在自由社会里出身的人 是不会相信这一套 就算你自己相信 这些靠灌输强制 这个年轻人是不会服的 他将有更大的反抗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再不会承认 年轻人有这种本土意识的思想 和他因为对一国两制失败 其实现在是失败的 其中反抗的话 我觉得中国政府是没有掌握到香港文字 你从世界各地的历史 所有的历史都是 中国很其他历史 所以能够架一些政治危机的人 就是掌握权力最多的机构 你和市民说你包容我 Come on 是有权力的人才包容社会 是有权力的政府 政府去包容人民 人民有时犯错误是不出奇的 但政府的办法不是很大事的 因为你是最有权的人 任何的洪沟或冲突 误解出现 很多时候有权力 政府和人才犯错误 如果林郑说 为什么人们不包容警察 她要问的问题就是 怎么有权力的人 包容林郑说 为什么你不成立独立地朝委员会 你成立的话 很多人会包容你 你不做一件事就叫人包容你 或者中央政府 你不容许一国两制 是一个真正的一国两制 就是说我们很自由和民主 就像邓少平所说的 共产党是可以罵的 罵共产党是不会犯法的 那现在林荣基、李波那些 出了一群书 领导会被捉回大陆 那是怎样呢 这些事情不是作出来的 所以我只记住一件事 如果掌握权力的人和政府 先不做这个工作 这个结是会解不掉的 这个结永远就是走向冲突 我当然不想我们移民 当然我不会反对移民 因为每个人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选择 但我当然希望大家 为了这片土地的自由 留下 我觉得就是 我们是成年人的选择我们自己 我们留下 就知道我们有风险 很多年轻人 他们很年轻 比我更年轻的时候 就被捉了 我老的时候才被捉 他们很年轻的人被捉了 我想他们已经想清楚这件事 我只要寄予他们 大家要一起想好做这些工作 不用犧牲的时候就不要犧牲 这些所谓不认输的抗争者 我相信我不认输 那些被捉的手续也不认输 我们有很多共同会被在一起 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够了 那你说 现在有没有这条路立即做得到呢 我不敢说 但我觉得 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坚持下去的话 我看不到这个政府 或者那些警察 怎么可以生活在一个地方 有七成人是不同意你的呢 可能我一个喜欢看历史书的人 典极权的政府是不承认得很久的 一个地方有七八成人 是不同意的政府 其实它不承认得很久的 我不是有一个垮台 它一定会有些事情要变 而令人民同意它 我不敢说历史是怎样的 苏联的共产党一百年之后就倒下了 那时有一个罗马尼亚总统的寿西斯古 这个故事很有趣 人们都很支持他 他听到不同意见 为什么这不同意见不重要 他有一天去广场宣读 很多人吵 人们拍手掌 原来不是 人们叫他下台 然后他知道死 刺激逃 他逃 那天 这个寿西斯古 罗马尼的总统 受到人民拖起 就逃走 被人捉回头 所以我都说 你怎样极权 怎样压制性的政权 当人民大部分不同意你 其实你不承认得很久 香港政府已经是 第一 有一段时间有一个说法很有趣 我收到一些蓝丝 因为有些朋友都是蓝丝 我们的百分比是低了很多的 但你记住 中国政府的财金 很多的工具 和很多世界上的贸易 和货币的交易 都要教香港 原因就是 中国政府 无论是上海 北京也好 其实已经说了十几年了 这不是秘密 很连上海市委书记 和中央财政 也出了文件 你希望上海 十年内 这是十几年前说的 十几年前说的 十年内要取代香港 大家看看 上海十几年之后 为什么不能取代呢 中国的金融又不开放 那些新闻机构 说你国企 那些不合适 就抓他们问话 坐牢 当世界经济不好 你就不准那些财金机构 沽货 只要是买不准沽 世界哪有金不中修 可以这样 所以我其实不要担心 我听完这故事 我就很开心 因为我知道上海 永远都取代不了香港 因为国际金不中修 的意思就是 你真是自由买卖 没有党卫消息 打电话给你 你只可以买这个股 你不可以去沽 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世界 上海就是这样 北京就是这样 广州深圳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 GDP我们的share 少了些 但这个不重要 这些你做不到 你转换人民币 要香港做 你转换很多外国投资 外国投资 我们称为 有七成经过香港 我免得再重复 说很多东西 这几件事 香港有很久 都不能取代 我担心什么 我只可以说我开始有点担心 我就不可以说完全没有法治 不过呢 现在就越来越多迹象 中联办好 张政府好 这几件事 有很明的 暗的干预 这个没有办法 我们唯有作为一个维护法治的人 维护法治 不是一定要对民主派有利的 这些人觉得对我有利 因为他觉得我是犯了罪 他判了我 我不会出声 我怎么会出声 就等于警察犯了事 你也被人控告他 我真的觉得好笑 他竟然驾驶车到处中 也不需要控告 将来我驾驶车到处中 一条支持人群 那些人群 警察会不会不控告我呢 其实我说法治 说这件事 同一个benchmark 同一条赤 去量度无论是哪个人 无论是平民百姓 议员高官警察 同一条赤 现在人们觉得不是 尤其是检控部门 法官我大体上觉得 大多数都支持得住 不过他们受压力越多 因为有太多公开的言论 去批评他们 所以有时我们希望 民主派的朋友 说民主派 不要公开批评法官 这个对我们来说 也不是一个好事 虽然我不是一个法律训的人 你不同意法官决定 你便上诉 你便写文和讨论 写文不是诽谤他 总之你不要说他那些坏东西 总之以法论法就不是诽谤 我们做好示范 自己作为一个泛民主派的人 就不要判你不理 你便骂他 我们永远看政治那件事 没有那些事是无缘无故发生的 例如说 林郑时远 为什么那些人都不信我 你问问自己 为什么那些人不信你政府 因为你是最有权力的人 你是最有机会在电视上说话的人 全国香港人 你随时一说我想说话 电视上就来 我说说话的电视上就不理我 你有了所有财政政治传媒的资源 你都做不到 我的意思就是 当最有权力的部分 我认归这一点 他本身是不肯和民众 是沟通 商讨 协调 达到某些民众和共识的话 问题就出于他们身上 这个洪沟就是他造成的 不是一般人民造成的 坦白说香港的市民 我想除了南韩和几个国家之外 我们工作时间最长 我想是最近疫情 我不是上班 是最多打工仔回家吃饭的时间 你看看我们 161718年的时候 那些打工仔 慢慢做到八九点 你叫我有空去示威 坦白说他想睡觉洗澡 跟子女玩的功课 就是你政府逼得他这样做 坦白说你不逼他 他这么有空 那些医护人跟你罢工 很多人都有家庭 香港的市民就是 你不逼他踩到胸口 是我不会去罢工 我不会去抗疑 这个所谓两极化 是有权力的人造成的 因为你不肯和人谈 你不肯沟通 你不肯撕条 你不肯做些事情 符合大众利益 那些人没有什么选择 他就和你激发 他就和你激发 这是被逼出来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政府和警察 最主要的政府 因为他应该指挥警察 除非林郑又跟我说 他指挥不了警察 拜托你去辞职 因为警察是最有权力 和他有枪的人 你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令人很担心 就是越来越多例子 不是我们作过 是人们拍出来的 那个人在社区里面 他只是走过的地方 就是被几个防务警察围着他 说出我说到很多次 不是我作出来的 坦白说 如果我是警察 我都觉得很羞耻 怎样可以说出我说到这么难 对着一个市民 然后你逐个人道歉 这个是不是警察的文化呢 坦白说也不用我去圈颜 遲些人说我们要圈颜 所以这些市民 就会犯警察 不用我去圈颜 那些人看得比我早 他分享给我看 我都不知道 我看了之后 如果我是警察家庭 我觉得很羞耻 警察不需要说出我骂人 你是有合法的权力去拘捕人 如果他们犯法的话 你是不需要人向你道歉 因为他几天路过 他有没有道歉 需要对不起 这些例子这么多 我不重复其他 就看到政府整个做法 就是纵容这些人 所有权力 不受到检查的话 一纵容 是一定会出现很多的弊端 警察香港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 我不相信共产党那套一国论制 因为它是骗人的 我相信我心目中的一个论制 我心目中的论制就是 除了主权这个问题之外 其实什么都应该给我做 你相信你的人民 其实我更加想 其实不是应该给香港人 有这个优越感 以前有人说过 中国制度不应该是一个 单一制度 是联邦制 为什么不行 不可以 像美国那样 二十几个省 不像二十几个州 有州政府 广东省的人 广东人 有管理自己广东的权利 除了我们有些中央性的东西 国防外交 交给共产党中央之外 为什么不行 其实我们中国都是很大的 怎么判得这么多 广东省是一亿人 四川是一亿多人 还比英国更大 英国只有六七千万人 所以我觉得 不是因为我有优越感 而我觉得人民 应该有自己自治的权力 广东省自治 像美国州政府 那样的联邦政府 为什么不行 香港是一个示范做到 现在我们做得到 而我相信 广东省的人 四川省的人 河北省的人 经过教育 经过训练 经过实践 就算初期做得不太好 我们的人 是会慢慢做得越来越好 如果你给予权利的话 其实这个简单分析 这是习近平 什么都要管控制的方法 你看看 不要说港澳办中联办这件事 他找新的中联办主任 就是以前他的部下 就是他只能找他信的人 你看看他在疫情的时候 向江部宣读说话 向了17万江部 都是自己直接说的 他都不用透过李克强说 他连李克强都不信 连各个省委书记都不信 哪有这样去宣答指示 所以我觉得他的原因是 他根本连韩政都不信 所以韩政是常委第七个 他说 差不多用他的字眼 就是一手抓 一只手 什么都管了 所以最重要的是他管了 那些淋淋淋淋的普通东西 你也强做 其他人也做 甚至我分析觉得 好事的时候 就是习近平自己 说完 不好事的时候 你是总理 你要负责 韩政是负责港澳政策的 以后随时35席 他输了给我们 韩政要负责 他不用负责 就是这个原因 其实很简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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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